我是真千金 被亲生父母接回来那天 贾千金从高楼一跃而下 他留下绝笔信 爸爸妈妈 如果不能继续当你们的孩子 那么我还不如去死 妈妈伤心过度直接晕死过去 爸爸吼道 我们细心养育了这么多年的女儿 如今被你逼死了 你满意了 看着贾千金和养母那副气氛相似的模样 过往无数次被虐待的画面浮现在眼前 没等我开口解释 竹马将我从高楼推下 临死前 我听到他说 他不过是想有个家而已 你真该死 再睁眼 彼时 竹马正拉着我向无人的小巷走去 我勾唇冷笑 这一事 送他们一个个下地狱 不为过吧 一 晚晚 我带你去看个好东西 宋锦宁牵着我的手 带着我走进无人的小巷 他性眼左右到处乱描 似乎是怕被人发现 这个巷子我很熟悉 他的身影也无数次在前世的梦眼里出现 就是今天 就是这里 改变了我前世一生的命运轨迹 正在读书的我被他卖掉 从附加千金 沦为了最底层陪酒女的女儿 受尽了屈辱和虐待 还要防止着被占便宜 我缓缓地开口道 你要带我去看的好东西 是个穿着格子裙的中年妇女吗 宋锦宁惊讶地回头看着我 你 你怎么知道 我笑隐隐地指着旁边巷子前面的女人 诺 她就在那里呢 对着我们招手呢 宋锦宁扭头看过去 果然就看到了赵千利 拽着我的手更紧了 神色复杂地看着我 晚晚 你这么坚强勇敢 就算家里没钱也能过得很好 但是缘缘不同 她需要最精致的呵护 不然她会死的 前世我没有听懂她这番话 这也是我听得清清楚楚 因为她心疼楚怨缘 所以愿意帮她的妈妈把我拐骗出来 代替我享受我家的荣华富贵 而我需要替她受苦 所以前世当我被找到的时候 楚怨缘会留下绝笔信 因为她知道真相暴露了 她肯定会死得很惨 所以她用死毁了我的下半生 而宋锦宁心疼她的缘缘 所以让我也跟着陪葬了 至于我的亲生父母 从头到尾都没有听我说过一句话 更没有问过我一句 这些年在外面过得好不好 原先我一直想不明白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后来才知道 是因为楚怨缘这张 跟我长得极为相似的脸 她是我爸在外面的私生女 而我妈呢 因为楚怨缘长得跟我相似 又能知道她的喜好 讨她的欢心 她很快就接受了楚怨缘 这一事 送她们一个个下地狱 不为过吧 二 我被赵钱力带回了家 全程不过一百公里不到 一个是寸土寸金的高档别墅区 一个是破旧摇摇欲坠的老破晓 赵钱力很满意 我全程不吵不闹 指着脏兮兮的杂物间威胁我道 以后你就住在那里 要是敢闹腾报警 我就弄死你 听到没有 我乖巧地点头 知道了 阿姨 她浑身上下地打量着我 讥笑道 有钱人家的孩子 胆子就是大 被绑架了都这么镇定 我低垂着头 长长的睫毛闪烁 因为我是故意被绑架的呀 不然怎么让她顺理成章地去死呢 上一世 我被她带回家后 她用一条很粗的铁链锁着我 不让我反抗 只要我反抗 她又会狠狠地抽打我 抽打得狠了 我便体鳞伤的 她又用眼水教育我 直到我恐惧到心里出了问题 也不敢再反抗 但既然重来一次 我要换种方式 让自己舒服 才能让别人难受 前世在这里生活得太久了 她的饼性我也刻骨铭心了 喝汤喜欢咸一点的 喜欢大蒜炒菜 但盛起来的时候不能有打算 衣服晾干之后 必须第一时间晕烫干净 鞋子朝向柜里 她好几次想找理由揍我一顿 扫帚都拿起了 但是发现根本找不到理由 好像我比她更懂她 阿姨 饭菜做好了 是你最喜欢吃的红烧肉 多放了糖 快洗手了来吃饭 床单都已经给你换了新的 我看到枕头好像有些低了 你睡觉的时候 看把两个都叠到一起 会舒服一些 鞋子也已经擦干净了 她从最开始的 震惊到接受和习以为常 只用了12天 她彻底信任并接受我了 觉得我性子气弱卑微 已经彻底被她控制住了 毫不避讳地给楚怨怨打电话 问她过得怎么样 我的父母对她好不好 得知在竹马的帮助下 她已经顺利地被我爸妈接纳后 脸上都笑出了褶子 然后开始重操就业了 接客 会在屋子里的脚脚落落 还会故意要我去给他们送纸巾 赵潜力想要我耳濡目染 也变成这样的人 这样她的宝贝女儿就安全了 就这样过了一个月 其中有好几次我都能逃走 但是没有 我在等一个人 也终于等到了 徐大强 前世她好几次借着酒劲 踹开了我的房门 我拿出了枕头底下的剪刀 拼死抵抗 她把我打出了脑震荡 左腿也打瘸了 赵潜力也没有带我去医院 让我自生自灭 这次和前世一样 她第一眼看到 我就迫不及待地道 莉莉 这小丫头是谁啊 长得真标致 赵潜力讥笑了声 是我乡下的远房表妹 借助一段时间 后 赵潜力怦怦怦地敲着我的门 死丫头出来做饭 晚上徐哥留在这吃饭 你多做一点 他喜欢吃辣的 我乖乖地打开门去做饭了 徐大强盯着我 赵潜力乐见其成 我默默地叼唤了赵潜力 端给我的杯子 午菜一汤 还有个热腾腾的铁锅鸡 下面用酒精炉煮着 徐大强吃了几口 就满意的不行 去楼下搬了一箱啤酒 开始狂喝 而赵潜力也因为菜太辣 把碗里的饭都吃干净了 然后跟着喝了两杯后 就直接倒在沙发上睡着了 徐大强吃到一半 就穿着个苦茶子 看着我 我放下了碗 故作哆哆嗦嗦地站了起来 徐叔叔 你慢慢吃 我先回房间了 果然徐大强一把拽住了我 见状 我洋装吓得不起 尖叫后退 徐大强只当我是吓坏了 便想抓我 而我撒开了 在客厅里四处逃窜 看了一眼昏迷不醒的赵潜力 故意重心不稳 撞翻了茶几 菜碟纷纷摔落在地上 很快 空气中弥漫了烧焦了的味道 沙发上出现了小火苗 看着徐大强向我逼近的贪婪嘴脸 我勾唇冷笑 从口袋里掏出了早已经准备好的剪刀 这一事 不把阵仗弄大一点 我怎么回家呀 果然 大火熊熊燃起 很快吸引了消防员和警察的到来 我则是在看到他们出现的那一刻 体力不支 直接昏了过去 再睁开眼便是在医院了 空气中还有浓浓的消毒水味道 床边上站满了人 熟悉的不熟悉的都有 妈妈眼睛都哭肿了 爸爸眼眶也发红 宋景宁牵着楚怨元 站在角落看不清楚神色 女警率先发现我醒了 惊喜道 醒了 妈妈激动地牵住了我的手 声音都在发颤 晚晚 妈妈的好晚晚 我愣了一瞬后 泪如雨下 呜呜 爸爸妈妈 你们终于找到我了 我差点就死了 这个画面 谁能不潜然了一下 我余光瞥了一眼楚怨元 她已经吓得脸都白了 浑身都在发颤 宋景宁神色灰暗地盯着我 像一条阴狠的毒蛇 我对上她的视线 勾了勾唇 眼底却是寒冰 赵潜力和徐大强都解决了 也轮到他们了 4 医生过来检查 心疼地直腰头 轻微脑震荡 左耳膜受损 右手脱臼 至少需要住院半个月 身上还有很多亲子痕迹 至少受虐待了一个月 太狠了 怎么对一个小姑娘 下郑重的手 还有 她精神也受到了很大的刺激 可能会情绪不稳定 你们需要做好心理准备 妈妈止住的眼泪又往下滴落 爸爸轻轻抱起 低声怒骂 他们这群畜生 我绝对不会放过他们 我低垂的毛子 长长的睫毛忽闪 藏起眼底的嘲讽 女警见我情绪稳定后 温柔地询问道 晚晚 坏人都抓起来了 你已经安全了 不用再害怕了 可以和我说说 这段时间都发生什么吗 我浑身都在发颤 但神色异常平静 很明显是惊吓过度 大脑自动调节了 赵潜力绑架了我 说是要让她女儿处愿人 代替我过上更好的生活 然后天天打我 我逃不出来 房间没有窗户 她也总是盯着我 有男人过来找她 她总是让我在旁边看着 平时那些都还好 但是这次来的一个光头男人 好可怕 我努力地想要跑掉 可是跑不掉 我眼泪一滴一滴掉落 声音哽咽道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可是我太害怕了 女警温柔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你做得很好 不用自责 错的是他们 光头受了伤 赵潜力也还活着 但是重度烧伤 导致六级伤残 火是怎么起来的 我努力地私存了一会儿 当时我跑的时候 光头推倒了我 桌上的菜都掉在了地上 或许就是那个时候 酒精炉掉在了沙发上吧 女警点了点头 又问 赵潜力的水杯里有安眠药 你知道哪里来的吗 我懵懂得摇了摇头 不知道 是光头带来的吗 难道是想给我吃吗 女警了然地点了点头 继续追问 那你怎么被绑架的 还记得吗 我抬头看着 站在角落的宋锦宁 她落在双侧的手 紧紧地拽成了拳头 我不记得了 宋锦宁顿时松了一口气 伸手擦拭着额头的冷汗 女警看着宋锦宁 意味深长道 好 要是哪天你想起来了 再和我说 我点头 好 她起身离开的时候 又看了我一眼 神色有些复杂 我也抬头看着她 眼神清澈见底 这一切都太巧合了 但是我身上的伤口都能作证 我说的是真的 五 女警前脚刚走 后脚楚怨元就跪在了我的面前 直接磕了三个头 额头瞬间红了 她哭得浑身都在发颤 把玩解 绑架你的人是我的妈妈 不过我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 她平时压根就不管我 还动不动打我 我就离家出走了 还好紧您哥哥收留了我 前世护着她的爸妈 此时面容都带着冷霜 如今才收养她 不过半个月 感情又怎么比得过 自己刚刚遭遇了绑架的亲生女儿呢 我低声询问 你真的不知道吗 楚怨元急忙摇头 我朝她勾了勾手指 你过来 她从地上爬了起来 走到了我边上 弯腰看着我 我用力地捏住了她的下巴 真想直接捏碎她的下颌骨 可惜力气不够 轻笑你难道 真的不知道吗 我可是听到 你妈给你打过好多次电话呢 还问了很多我爸妈的喜好 不就是方便你讨好我爸妈 彻底取代我的位置吗 楚怨元瞬间脸色又惨白一片 宋景宁嘴角捏如了几下 很想帮楚怨元说话 但是对上我四笑非笑的毛子就老实了 爸爸眯起眼睛 若有所思道 难怪很多细节都好像婉婉 也知道我们的脾气性格 妈妈也露出了一脸厌恶 哟 这会儿我爸还知道批清楚关系了 楚怨元是个有心机和魄力的 猛地冲到了窗户边上 咬着嘴唇 楚楚可怜道 爸爸妈妈 婉婉姐 既然你们都不相信我 那我就以死证明清白 说着就要往上爬 要跳下去 宋景宁一个剑步就冲了上去 抱住了她 这配合的一场默契 要是说没有提前彩牌预练过 我都不相信 宋景宁神色悲伤道 叔叔阿姨 婉婉 你们都真的误会 圆圆了 她从小就和她妈不亲 所以一直是我资助她的 其中肯定是有什么误会 现在她家被婉婉大火烧了 她妈也已经浑身大面积烧伤住院了 到时候出院后也会被抓起来 她也没有地方可以去了 她其实也是个受害者 叔叔阿姨 你们就继续收养她吧 她真的很可怜 现在所有的媒体 都在报道这件事情 要是你们能继续收养她 大家肯定会觉得你们很善良 而且圆圆也会很感激 并且将来报答你们 楚怨圆低下头 神色七七 要多可怜就有多可怜 爸爸妈妈脸上浮现出了犹豫之色 感激和报答对于她们来说微不足道 但是好名声能带来的利益 她们也清楚 最后我爸开口说话 要不 还是留她在家里吧 这孩子也不容易 我伸出了手 捋起了耳边的碎发 露出了伤痕累累的手腕 我妈脸上的犹豫又被冷漠和厌恶代替 楚怨圆是想替你妈对我赎罪吗 要是这样你也可以留在家里 我慢条思理的开口道 但是我不能保证 哪一天突然想起你妈妈对我做的事 而报复你 听到能继续住在我家 楚怨圆便忙不迭地点头 我愿意 没关系 妈妈做错的事情 我来赎罪也是应该 而且爸爸妈妈对我真的很好 我舍不得她们 我歪了歪头 玩了一笑 好啊 那你就留下来吧 楚怨圆和宋锦宁顿 顺时松了一口气 眼底还闪过一丝窃喜 殊不知 接下来的日子才是真正的地狱 上一世 我十年后才被找回来 被找回来后的我遍体鳞伤 因为备受折磨而上不了台面 父母嫌弃我 竹马厌恶我 所有人都恨不得让我去死 但这次 如果楚怨圆不在 这台戏还怎么唱啊 我爸跟他妈的关系 还怎么曝光 家里还怎么翻天啊 我要他们一个接着一个付出代价 媒体大肆宣扬 我们一家人以德抱怨 是真正的大善人 哪怕知道徐大强成立一个废人 知道赵钱力重度烧伤 并且还要坐牢 至于楚怨圆都是口诛笔伐 上梁不正下梁歪 要给我以死谢罪等等 包括在学校里 大家从最开始 因为宋景宁给他几分面子 如今看到他都是直接翻白眼 谁叫我热爱学习呢 出院后就拄着拐杖 绑着绷带去上学了 以前我有些高冷 一门心思都在学习上 上一世我学习成绩很不错 但后来被设计后 再也跟学习无缘了 所以这辈子我得加倍努力 也加倍跟同学们处好关系 主动拉近跟同学们的距离 六 抱歉 可以帮我剪下橡皮吗 我没有办法弯腰 麻烦你了 这题你可以帮我讲一讲吗 漏掉了太多课程了 刚刚上课没有听太懂 谢谢你 你要去洗手间吗 我能跟你们一起吗 待会儿能不能帮我拿一下拐杖 太好了 这种反差感让同学们很是震惊 再加上我出手大方 答谢的礼物都价格不菲 谁能不喜欢呢 宋景宁是我未婚夫的事情 大家也众所周知 所以有同学告状道 晚晚 你不在的这段时间里 宋班长跟楚怨怨走得很近 是啊 我们当时还讨论了好久呢 说你被绑架了 他怎么一点都不担心不着急的 还能这么没心没肺的 我抿了抿唇 神色坚定道 不会的 景宁不会这样对我的 除非你们能拿出什么证据来 和宋景宁一直不对盘的体育委员好奇道 如果拿出来了呢 我认真道 我就会和宋景宁退婚 同学们瞬间笑得起哄了起来 说我到时候别后悔 大家喜欢吃瓜 更喜欢参与制造瓜的过程 最后一节课是班会课 班主任要宋景宁坐在讲台上 帮忙管纪律 然后就去开会了 体育委员起身关了教室后门 宋景宁促眉不悦道 你干什么 坐下来 体育委员笑嘻嘻道 当然是有大事要发生了 同学们把前门和窗户都关上 待会不管有多激动都被出声 紧接着头影一亮了一下 幕布上便开始播放视频 虽然是大白天 屏幕上的视频有些微微反光 但是并不妨碍观看 屏幕画面是在顶楼 明显是偷拍 宋景宁和楚怨员一出来 教室里瞬间响起了唏嘘声 宋景宁赶忙扯掉了多媒体的电源 怒吓 周康你是不是有病啊 体育委员笑得见细细道 我有什么病啊 我这是行侠仗义好不好 你是婉婉同学的未婚夫 结果和害婉婉同学的凶手在一起 你要不要脸啊 宋景宁看向我 神色灰暗 并没有道歉 自从医院之后 我们两个都没有再说过话了 他心里清楚 我记得被绑架的原因 当时他拦住了我逃跑的去路 我神色平静道 宋景宁 我成全你和楚怨员 晚上回去我就会和爸妈说 取消婚约的 宋景宁眼里闪过了惊慌之色 不可以 我勾了勾唇 冷笑了声 为什么不可以 难道你还想让我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你也不看看你配不配 当初要不是你像条哈巴狗一直舔着我 求我跟你在一起玩 你以为我会搭理你 如今你家公司 靠着我家公司赚了不少钱了吧 还不知足 教室里响起了吃笑声 宋景宁脸账的通红 双手紧握成圈 我淡淡开口 周康揍他 这是我担着 周康兴奋地吹了声口哨 楚怨员起身跑到后门 想去找老师 结果被摁住了 然后带到我面前来 我抬起手肘 朝着他甩了一巴掌 我俯身笑应地看着他 是不是很疼 不过没有你妈妈打我疼 你爸爸真的是混混吗 还是说你妈妈也不知道你爸是谁 所以随便找一个当你的爸爸 大家嘲笑出声 眼里全是鄙夷之色 无人心疼 其实大家这么讨厌他 还有一个原因 他高二那年 为了抢夺英语比赛的资格 把班上的一个女生 骗到了资料室 关了一整夜 那个女生不仅错过了英语比赛 而且还因当时天气太冷 感染了肺炎 如今休学了 还在家里养病 楚怨员一句轻飘飘的我忘记了 再加上宋景宁私底下赔偿了不少钱 这时就过去了 台上响起宋景宁的闷哼声 台下响起楚怨员的乌夜声 声声悦耳 气 铃声响起 大家这才松手 笑闹着拿着书包回家了 宋景宁亮呛地朝我走了过来 朝着我边上吐了一口血水 我和你的事情算扯平了 我慢条斯理地收拾好书包 掀起眼皮看着他 嘲讽一笑 你是说你联合楚怨员的妈妈 绑架我的事情吗 你猜我为什么不和警察说 为什么不和爸妈说 他并没有说话 而是一脸警惕地看着我 我和他擦肩而过的时候 用只有我们能听到的声音呢喃道 你不会真的以为 赵潜力和许大强真的是意外吧 宋景宁顿时愣住了 傻了 直到出了教室门口 我才又煮上了拐杖 楚怨员痛彻心扉的哭声 在身后响起 景宁哥哥 他的脚早就好了 就是故意装病让大家同情他 爸妈下班回到家 看到楚怨员这模样 吓了一跳 妈妈震惊道 圆圆这是怎么回事 楚怨员眼泪滴落在桌上 沙哑的声音回答道 我不小心惹得婉婉姐不高兴了 爸爸错没看着我不满道 婉婉怎么回事 我漫不经心道 他和宋景宁的事被拍下来了 我觉得恶心 想起了赵潜力 没忍住 妈妈脸上的怜悯变成了嘲讽 活该 爸爸冷着脸没说话 楚怨员眼泪禽在眼眶里 不可思议地看着无视他的爸妈 装哭卖惨 这种低级的东西 在别的家庭是有效果的 但妈妈对这种事零容忍 而我和宋景宁的婚事 能让姐姐心里舒服一点 我也很高兴 这句话倒是让爸妈脸色好看了一眼 还主动给他家里一筷子菜 他顿时松了一口气 我爸说实在不行 都是家里的女儿 让媛媛过去也行 爸 你怎么这么偏心啊 这楚怨媛不会真是你女儿吧 长得跟你还挺像呢 我懒洋洋地撑着腮帮子 对着她玩味一笑 她讨好的笑了笑 然后低头继续吃饭 我爸轻咳了声 胡说什么呢 她就是个养女 跟你长得像才收养的 是吗 不知道我妈知道真相以后 会怎么样呢 八 楚怨媛和班主任告状 结果她直接被换到了教室里的最后一排 宋景宁不忍心她一个人坐在后面 也搬着桌子坐到了后面 这两人黏在一块自然是无心学业了 考试前最后一次家长会 也是动员大会 以往宋景宁是班级第一名 站在讲台上侃侃而谈 光芒万丈 而如今换成了我班级第一 年级第一 自信又优雅 特别是很多家长都知道 我落下了两个月的课程 如今居然弯道超车了 爸爸和妈妈坐在台下 给我疯狂地鼓掌 脸上写满了骄傲和自豪 宋景宁的爸爸 脸色难看得不行 也不顾场合 直接给了她一巴掌 废物东西 宋景宁双手紧紧地攥成了拳头 眸色凶狠地瞪着台上的我 我勾了勾唇 挑衅一笑 考试前一个月的时候 医生和护士按照惯例来体检 高三的同学都站在体育馆里排队 做试卷和复习题人都要妈了 好不容易能出来透口气 大家都很高兴 叽叽喳喳地围在了一起聊天 女生们都很在意体重 男生也会在旁边偷看 然后笑着打闹 楚怨员上秤的时候 电子秤声音爆出 163,119 这体重有点重 女生无嘴偷笑 好胖啊 楚怨员脸胀得通红 她这段时间确实胖一点 宋景宁在旁边温柔地安慰道 你这是健康的体重 他们都是营养不良 她肚着一张嘴 噎着肚子叹气道 等高考完我就去减肥 然后进阁间检查 半个小时后 妈妈火急火燎地 从公司赶了过来 在办公室里 看到哭哭啼啼的楚怨员 一巴掌就过去了 当初就不应该收养你 果然和你见人妈一样 年纪轻轻就不自爱 宋景宁赶忙护在楚怨员的面前 愧疚自责道 阿姨 对不起 都怪我 妈妈讥笑了声 难怪当初晚晚刚被绑架 你就把她送到我们面前 说是结我们的思念之苦 实际上是你们算计我呢 宋景宁的妈妈也赶了过来 对着宋景宁也是两巴掌 儿子塞到我们手上的 现在也物归原主了 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说完鸟鸟萍萍就出了办公室 看到我在门口看热闹 揉了我的头发 以后离她远一点 免得把你带坏了 我乖巧地点了点头 嗯 我知道了 就 楚怨员被宋景宁的妈妈带走了 妈妈也叫庸人把她的东西 全部都打包给宋家送了过去 从庸人们的口中得知 宋家给了楚怨员十万块钱 让她离开宋景宁 但是宋景宁不同意 为了她要死要活的 最后只得让她住在外头的房子里 一周后宋景宁才来上课 脸色疲惫憔悴 看着我的神色也变得阴质了 下课后 周康来找我了 小声道 婉婉你最近小心一点 我听说宋景宁最近和外面的人走很频繁 我眨了眨眼 好的 我知道了 谢谢你 周康笑嘻嘻道 客气啥呀 大学霸 今天我值日 出校门的时候 校门口都没有几个人了 我正想上车的时候 身后响起了宋景宁的声音 婉婉 我有话和你说 她似乎怕我拒绝 又补充了一句 今天是我的生日 我只想和你说几句话 可以吗 姿态放得很低 身后也没有人 我挑了挑眉 便也转身朝她走了过去 想说什么 宋景宁语气悲凉道 晚晚 今天夕阳很美 以前都是我送你回家的 现在我最后送你一次好吗 我勾了勾 冷笑道 好啊 说着我就率先走了一步 她愣了一下 赶忙跟上 似乎没有反应过来 我这么快就答应了 毕竟 我们之前可是撕破脸皮了 这次 她又带着我往巷子走去 我却站在了原地 双手插兜 懒洋洋道 你又想绑架我 宋景宁左右看了一下 没有人 脸上的笑容 瞬间变得猙獰了起来 伸手拽住我的手头发 就往巷子拖 放心 这次不是绑架 而是比绑架恐怖百倍千倍 远远不过是想要有个家 你为什么一定要把她 逼到这个地步 你知不知道 她已经不能当妈妈了 而我也被爸妈放弃了 他们把我丢在了外面 自生自灭 说是我让她们蒙羞了 拔出了防狼喷雾 对着她的眼睛就喷了起来 她捂住眼睛尖叫 啊 好痛 我的眼睛好痛 她的声音 打在巷子里等着的混混们 引了出来 我从口袋里 掏出了一打钱丢过去 这是定金 教训完她 我再给尾款 说完我就大步离开了 这些混混 虽然是宋景宁找来的人 但是只要钱给够 那就是我的人 一日早上 有个小混混 就直接塞给了我一个U盘 我也给了她一个厚厚的信封 她打开一看 顿时乐坏了 所以心情很好 考试的手感更是好 别的同学都出了成绩 而我还等了好久 因为是高考状元嘛 这一次 我再次登上了报纸 头版就是我的照片 升学宴的时候 宋景宁的爸妈也过来了 以往这种宴会 他们都是带着宋景宁 这次换成了宋景乐 她热情地挽住了我的手臂 婉婉姐 恭喜你 真的太厉害了 我笑着和她碰杯 我也恭喜你 以后不用再藏桌了 她俏皮地和我吐了吐舌头 小声道 没办法吗 爸妈重男轻女 要不是你把视频给我 我哪有出头之日啊 这是算我欠你的人情 所以今天 我把你需要的东西 给你拿来了 宋景乐把优盘放在我面前 上面是你爸 跟楚渊源妈妈的证据 我找了好久才找来 还有你爸 跟楚渊源的DNA鉴定报告 我也帮你搞定了 我笑着汗手 好 圈子里的孩子 都不是真单纯 所以吗 证据拿到手 共进退 只是不知道 我爸准备好了没有 大学的生活一场忙碌 疯狂地学习修学分 四年的学业 我提前一年 就拿到了毕业证 然后去商学院进修 因为太过于优秀和耀眼 爸妈也让我 直接进了公司高层 开始管理学习 然后借着前世纪的外挂 帮公司拿下了 好几个大项目 成为当之无愧的副总 我给高中捐献了一个亿 修建了图书馆 给大学捐了十个亿 修建科技馆 在市里修建了大型工厂 提供了六万人的工作岗位 带着市里的经济迅速发展 我成了优秀的企业家 进了福布斯财富榜 是所有人口中的年轻有为 一时之间我风投大胜 这就是标准的重生文大女主吧 高考状元 股票圈黑马 科技大佬 每一个身份都让我膜拜 宁晚晚 你们说这就是爽文 我看着也不爽啊 看着他们在官博下的评论 我不由勾勒勾唇 这些网友猜得可真准 再见 宋景明是在半年后 我刚和政府签署了个公园的项目 开着跑车准备回家 看到有人勾搂着 被捡着垃圾桶里的矿泉水瓶 于是我出于好心 拿着刚打包的饭菜 还有一瓶矿泉水 走到了他边上 准备放下就走 结果他恰好扭过了头 四目相对 宋景明 我吃笑了声 转身就走 他也认出了我 直接跪在了车面前 对我拼命地磕头 万万求求你救救我 我生病了 需要换肾 三十万就可以了 我知道你现在很有钱 三十万就你一个包的价格 我上了车 也没有着急地开车走 手搭在了车窗上 慢悠悠道 楚怨怨呢 你们不是真爱吗 宋景明朝着地上 催了一口龙潭 恶狠狠道 这辈子我最倒霉的事情 就是遇到了他 也不想想当初我 为了他和家里决裂 放弃了一切 天天打三份工累死累活 就为了养活他 结果他背着我 我嘴角微微上扬 宋景明 你是不是忘记了一件事 他闭上了喋喋不休的嘴 讨好道 什么事 我勾唇轻轻地吃笑了声 你变成如今这样 都是我亲手促成的 我怎么可能帮你呢 你知道的 我巴不得你去死 说完 一脚油门踩了过去 让他吃着尾气 从后视镜看着他 气得暴跳如雷 十 宋景明死了 他不知道 怎么混进了 我住的停车场里 想碰瓷 或者用他廉价的狗命 抵我后半辈子 但恰巧 这天我喝了酒 是司机帮我开的车 他没有注意 故意躺在地上的他 直接碾压了过去 那一瞬间 尖叫声让我清醒了 下车时 我扎了扎嘴 这今天真是双喜临门啊 这是责任一半是物业 一半是宋景明 我拿着人道主义赔偿的钱 递给宋景乐 他转手拿着钱 给我送了个包 婉婉姐 这包好看 真适合你 我轻笑出声 可不是 确实很适合我 宋景明的骨灰 被宋景乐拿走了 当着我的面 就倒进了下水道里 就连他的亲妹妹 都这么讨厌他 他可真是该死啊 而我把从宋景乐手里 拿来的证据 匿名发给了我妈 我妈知道后 暴跳如雷 在家里大闹了一场 我爸想否认的 但证据摆在眼前 他只能跪下求我妈 那是我糊涂 也就一次 谁知道 他真的能生下我的孩子 我爸哭着求饶 现在我们一家人在一起 不是挺好的吗 我默默补上一句 爸 可万一我当时回不来了呢 你不就顺理成章 让妈把楚怨元当自己孩子了 那我妈不是在替你养孩子吗 我妈这才反应过来 气得一脚油门开车出去了 一边往外走一边说 我要杀了楚怨元 我急忙劝我爸 爸 还不赶紧追出去 别让妈干傻事 我爸追出去了 而我找人提前告诉了我妈 关于楚怨元的位置 楚怨元当场死亡 而我爸为了救楚怨元 开车撞我妈的车 他们双双出了车祸 医生说 还有抢救的可能性 我摇了摇头 在放弃治疗的文件上签了字 道 爸妈辛辛苦苦了一辈子 不想他们走的时候 还这么痛苦 我这个做女儿的鱼心不忍 然后转手给医院捐了五百万 刚好他们一人一个二百五 他们所有人都付出了代价 而我 开始我的好生活